台南市有一名77岁的老太太 她中午吃饭的时候 破步子不小心呛进了支气管 发生呼吸困难 而当时这个老太太还好她很激紧 立刻拿笔写下了 她吞下了破步子快要弃绝 让她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也能够判断 可以马上的掌握状况 就把这要命的破步子 从支气管给取了出来